KD Racing 粉絲 哈囉各位KD Racing 的粉絲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是未來的網紅 先來做一個開場 因為今天可能聖誕節 我們經理可能昨天去狂歡比較累一點 所以目前人不知道跑到哪邊去了 沒關係就由我先來開場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Mazda 3代 很感謝各位車友 都很關注我們 也是看到網路上 車友對我們KD的評價不錯 所以到我們後台詢問一下小編之後 就預約今天要來安裝KD避震器 我們現在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原廠的避震器 大概用了三年跑了四萬多公里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還有 車主還有說想要更換原廠的羊角調整器 因為有降低車身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車友說要降低那個羊角調整器 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原廠的羊角調整器 它是不能夠調長度的 所以說當今天我們後面的車身有降低之後 那麼降低之後會怎麼樣呢 來小編請回答一下 後面輪胎會怎麼樣 後面輪胎會怎麼樣 吃輪胎 會吃胎 你對自己有信心一點吧 講過那麼多次了 對 其實很多車友會覺得說 欸 我們每次講其實都講大同小異的東西 那沒關係 我們在簡單之間 我們做一點小小的變化 這樣子就可以讓生活更有情趣 那麼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 欸 怎麼又是今天這個打開是一個 不知道是誰的人在做開場直播 這樣才有趣嘛 那麼來看一下這邊 那車友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橘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後面羊角調整器 那麼它這邊螺絲 有看到這邊螺牙的部分嗎 對 這個牙的話這樣就可以調長度 去把它的那個camber拉正回來 好 那麼再拉遠一點來看一下 這個後面避震器的部分 那麼KT呢 後面在做阻尼調整的話 它會比較方便車友是 它可以把車子稍微升高 然後把手燒進去這邊 就可以做調整組你的動作 不用說把它完整卸下來之類的 那可以看到這一個防塵套 KT做的是非常合的 它可以防止一些砂石啊 一些有的沒的阿貓阿狗 倒到這個軸心 然後讓軸心壞掉這樣子 對 裡面還有一個饅頭在這邊 白色看得到嗎 看得到 對 饅頭 這個白色的話我們就叫牛奶饅頭 那如果是咖啡色的話 就叫黑糖饅頭 好 我們拉遠一點來看一下齁 好 我們拉遠下來看這一個 它其實它的避震器桶聲非常的長 但是呢 如果說 常看我們直播的車友都會知道 我們後面調整車高的話 是依照這個桶聲的長短來調整嗎 不是 那是哪邊呢 彈簧 你拿它翹啊 來我們看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彈簧的調整機構啊 它是依照這邊的距離 去改變它車高的幅度 那麼說 如果今天呢 我需要比較低的車高 那麼我們就是把這個牙的部分 往下 往下 讓它可以變短 這樣子整個車身就會變低 那今天車主的需求呢 它是說 大概三直左右就好 三直左右 這樣子 對 後面我們選用的彈簧是220廠的5公斤 那 車友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彈簧呢 它是屬於比較胖的彈簧 它不是直捲的 那這種胖胖燈籠型彈簧 對 胖胖的跟我一樣 這種胖胖的燈籠彈簧呢 它在做動的時候 它會比較舒適 而不會說像直捲彈簧一樣 嗯 回饋感太直接 對 所以說我們搭配這條彈簧的話 做起來就不會太死硬 好 我們再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腳管呢 我們是麥花城的形式 那麼麥花城的話 所以看到這邊離載串的部分 離載串的話 我們是根據原廠的長度 去做它的設計 比如說這台車在改KT的時候呢 不用再更換原廠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就可以了 對 那還有像一些 ABS感應器 油管架這些 我們也都是按照原廠去做設計 那麼也很方便 呃...師傅去安裝 對對對 那剛剛呢 那剛剛呢 經理是說我講到快講不下去的時候 他回來救我 那我剛剛眼光有稍微看到他在旁邊 頭笑不想要進來救我的意思 欸好像來了 欸好像來了 不好意思啊 剛好上個洗手間 結果手還濕的呢 手還濕的 那我們同事今天代勞一下 因為齁 今天超忙 今天是很多車友捧場 早上的話是 我們八點半上班 結果因為 車子太多了 所以我們 早上哪一台車 請車主啊 八點準時來 結果車主七點多就到了 呃...第一個 很謝謝車友們齁 都那麼的捧場跟支持 那時間上也都很謝謝大家 那麼準時才有辦法排得那麼久 因為 KT的空間實在太小 所以都拜託大家 呃...準時 那很歡迎大家 今天好像試乘車也都在齁 如果要來試乘的話 很歡迎 那這一部車 馬三 欸...車主 原來是 有...有... 車友介紹對不對 對...看網路評價 車友的話是看網路評價 然後 欸好像來也沒有試乘 就直接安裝了啦 那當然很謝謝車友 那麼的信任KT的產品 因為 馬三的話 呃...我們 裝部的工廠裡面 裝的比較少 都是經銷商齁 還有南區的話是 欸...海南 海南的城縣還有 高雄的 永逸輪胎也都很多車 有去那邊捧場 還有北區的經銷也都有齁 那這部車 其實它底盤本質就不錯囉 因為三代的話 後方還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四代的話 後方才改成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以這個四代來說 它的後方的懸吊系統 呃...整體的操控跟一個... 出色的感覺呢 是比較能夠兼備的齁 當然 這一代的它的製造成本 會比頭一臂來的高齁 所以 改裝之後 像是四代的話 它後面 欸...就不用改那個... 可調式的那個... 那個...可調式的那個... 那個... 楊腳調整器 但三代的話 如果有降低的話 就建議要改 楊腳調整器介紹過了齁 那我們換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還沒說嘛齁 這台的前面一樣是... 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不論是從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全部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前面... 更好拆裝囉齁 直接把引擎室打開 三顆螺絲就可以看得到在這裡了 那上座的中間 有一個KT的LOGO 就是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阻尼的軟硬齁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那調整阻尼之前 有一個工作 要提醒大家要做 在調整阻尼之前 要先確認好胎壓的數值 是不是正常 因為有一些 像是原廠 或者是保養廠 會善意的幫車主把胎壓打高 那也許有可能 打到39 40PSI 那其實太高囉齁 在日汽車把駕駛座門打開 在B速的下方 就會有一個胎壓的建議值 像這樣原廠的胎壓 建議大概32到33PSI 所以我們要調整阻尼 要調整阻尼 要調整軟硬之前 建議先把胎壓 降到大概正常的 原廠建議值 32到33PSI 再來調整阻尼 那阻尼調整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的段數 要一致就好了 調整的方式是從軟 逆時針轉到底就是最軟 轉到底之後最軟 然後再一個一個的調整 調整到左右邊對稱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話 這一個世代的很多的零件 好像昨天剛好有KT粉絲團的一樣 同一款車 喔不對不對是CX5吧 CX5的客人齁 其實CX5還有三代的Mazda 6 還有這個世代的馬3 其實它的底盤都是共用的 差別在車重的不同 所以有稍微有落差而已 但CX5的話 車主的反應是說 那這台車的彈簧是不是都做專用的規格 像後方的話 同事剛剛已經有介紹過 後方的話是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前面的話 像這台車的話 我們是配置200長7公斤 也是因應這個2.0升的引擎所專用的規格 所以整體上來說的話 舒適度跟操控性都會取到一個不錯的平衡點 那像這一個世代 這個就都是專用的規格 三代的Mazda 3 這裡有油管的固定架啦 還有ABS感應線的扣具 還有離載串的部分 這些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像這個離載串的話 有的不同品牌 有不同的設計 並不是說好與不好 像這樣設計的話 其實能夠節省了 車主支出的成本 因為不用再多花錢 改短的離載串 改可調式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好了 那原廠離載串其實 以經理大概接觸車子二十來年的經驗 原廠離載串其實它的壽命是最長的 那如果把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改低之後 還是有一個缺點 如果把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改低 它的離載串變短了 那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轉到左十點或右十點 它離載串的作動的角度會比較大 也許有可能會因為作動的幅度比較大 造成它離載串的壽命縮短 所以能夠跟原廠離載串固定的位置一樣 那是最好不過的 那當然有些車種就不允許那麼做 可是在馬三這個世代的話 我們就都沿用原廠離載串的鎖點 那前方的話 今天預計的車高是大概三十幅 所以這一台車降到最低 就大概可以剩下半十幅 甚至是剛好輪胎切齊的弧度 那KT這個是專用的規格 就是車主詢問的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很寬 而且它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去改變車高 像昨天有一個店家 他是裝其他進口的品牌 一組七八萬塊的 可是它還是一樣靠壓縮彈簧的方式去改變車高 所以那樣的方式 我把彈簧逼緊的時候 它側高縱然變高了 可是它的彈簧攻擊速就變高 它的低速的舒適感 可能就會衰減掉一些 那像這樣子是靠 統身相對位置的長短去改變車高 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就會比較一致 而且調高跟調低的範圍會比較寬一點點 OK 講完了 這個是今天馬自達三代的一個直播分享 那這部車我們北區跟中區跟南區 店家應該都有實車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剛剛阿提斯不是在公司裡面開直播嗎 這台車其實會建議車主這麼做 如果有空的話可以到我們的經銷商 或者是到Kitty的工廠來試乘看看 試乘之後覺得滿意 再來考慮要不要安裝就好了 因為常常車友都是在網路上詢問 那在網路上詢問的話並不是不好 會有一個狀況就是每個人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也許有可能這一個車是改了19吋 甚至是18吋的輪胎旅圈 那它乘坐起來的感覺跟現在目前的16吋 那必定會有落差 因為每一台車的背景狀況不同 每個人的需求也不一樣 所以會建議車友們來實車來試乘看看 那覺得產品OK再來考慮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Mazda33代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喜歡我們的產品 拜託幫我們分享一下 然後很歡迎車友們來試乘 那在文章開頭也有公司官方的LINE 也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有問題的話都很歡迎訊息給我們 謝謝 喜歡造版網的話也可以留言一下 再給大家鼓勵 謝謝謝謝你們 拜拜